冯小刚开始《孙宏雷没前途》,徐征侧面回应:"我也参加了。 在我的圈当中说起孙宏雷,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曾经他作为一名演员,也出演过很多部电视剧,只是最近的他在电影行业里淡定了很多,甚至听不到他出演的电视剧了。 但没想到他却在综艺节目当中备受欢迎,虽然很多明星大咖都纷纷加入到了综艺事业当中,但没想到冯小刚仅期却在节目当中开似孙宏雷装疯卖傻。 孙宏雷霸气回应:"打脸冯小刚。 冯小刚作为娱乐圈当中的著名演员, 前段时间因为开丝里沉滚出娱乐圈,让他上了微博的热收榜,但没想到近期他又不安分了,竟然在媒体面前公开怒对孙宏雷没前途。 刚开始,冯小刚对孙宏雷的评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,演技也不可多得,本以为冯小刚是在夸赞孙宏雷,但没想到冯小刚的最后一句话却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。 参加综艺节目怎么就是浪费时间了? 好像刚作为一个知名导演,或许是因为对演艺有很大的职责,但是孙宏雷参加综艺节目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,但没想到冯小刚会直批孙宏雷跨界综艺商表演的事情,很多网友们都表示男道演员只能拍戏吗? 孙宏雷作为极限挑战当中的定量柱,有他的存在才给我们带来了欢声笑语,怎么到了冯小刚眼里就成装疯卖傻了。 当大家升爬之后才发现,原来明星们拍综艺节目要比拍电影付出要少,甚至拿钱要多,很多演员都是无法抗拒的,也越来越多的演员,活得就像网络主播一样。 当冯小刚批斗孙宏雷没前途的时候,孙宏雷却获得了影视联盟奖杯,凭借这几部电视剧,就能狠狠打了冯小刚的脸。 就连在参访中徐征也表示,导演你别说了,我也去参加了,这也是在默默的反抗冯小刚吧,近期孙宏雷的新剧也在开拍当中,可以说金子总会发光的,不管是综艺还是电影,孙宏雷都有很高的造纸,你说呢?